我刚刚看到一个蛮好笑的一个新闻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说中国是暖性大国 这个我多次在前面的影片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实至名亏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无庸置疑的 对台湾政府做到这么暖心吗 之前我有一个影片就是说上海吃草 这把这个上海吃草这个议题给带起来了 当然这些影片我也是在中国的网络上 抖音平台上截取的都是真实发生在上海的 那后来呢这个很暖心的中国政府 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因为有些小粉红没有饭吃 没有菜吃在家里哭 我们也看到新闻上 有些呢甚至吃那个野草 吃那个城市远景绿化带 吃到医院里去了 因为他们分辨不了 这个是少部分人的 大部分人他们还可以分辨 吃只草虫虫鸡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就是有几例吃到医院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 那这个党妈这个很关心这个小粉红啊 所以最近呢中国党中央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 并且那个下达了各省啊这个农业这个生产的这个要求啊 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 具体是什么我看一下全国多个地方在水泥路上种地瓜 在篮球场上种庄家 地方官员为了所谓中央一号文件 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8亿亩高标准农田 OK我也把这支影片带给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说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最近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 全国多个地方呢在水泥路上种地瓜 在篮球场上种庄稼 乍一看呢还以为是在搞什么科学实验 殊不知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要求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我觉得太神奇了马路上种庄家 因为此前多占耕地未批先建的 如今就完不成了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 于是就生出了把水泥路篮球场 小公园盖上土摘上地瓜 种上蔬菜的权宜之计 来应付上级检查和国土卫星的航拍 这不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吗 中央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 念完文件进饭店 文件根本不对线 如今只能村片厢相片线 一直骗到抖音上面被全国网友看见 然后我们看一下比较讽刺的网友留言 造假造出了世界第一 暖心十足 中国表妹 中国真是太厉害了 可以在水泥上 我来模仿一下 大家好我是台湾表妹 你们知道吗 我们祖国太厉害了 居然可以在马路上种东西 你们不知道吧 台湾没有见过吧 祖国真的是太棒了 以前中国抓小偷下指标 美村必须抓五个小偷 不问你有没有小偷 抓不够 你就得充当小偷 这种事只在中国看见 厉害了 我的国 这会不会是境外势力搞的鬼啊 一定是美国干的 这种地瓜 中国人也敢吃 难怪病毒这么多 不稀奇 见怪不怪 我们亩产万金 这台湾人就不懂了 这是中国伟大的农作物科技 中国之光 世界第一 唯一可以专吃水泥的农作物 厉害了 我的国 太厉害了 一方面以防疫名义 不许农民下地 一方面在水泥地上复耕 太厉害了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拍照打卡交作业 跟摆拍一样吗 没有想到地方政府 撒到这样的程度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还是当年文革闹饥饥 二十千万人的那个中国 他一直在那里 他一直是那么的暖心 OK类似的留言还蛮多的 那我就随便列印给大家听听看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 开启小铃铛 你也可以透过简介中的赞助连结 进行支持 那我的频道呢 现在已经是被限制的 所以没有广告投放 然后频道会员也是没有的 你可以不用加入 那你可以定位我的副频道 就在我的简介中 那今天到这边结束 谢谢 拜拜 是要怎样盖住镜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